第2個 那接下來則是示範我們第二個 也就是如果剛剛其實有操作的一個主題話故事 它其實有一點操作上的門檻 如果各位就是沒有那麼習慣說 在編輯器網址或者說有些原始碼 或者說有一些概念上其實真的很難操作的話 那我們就要在另外一種簡單的方式 或是在不同領域的資料如何轉換成 一句實在可以接受的資料 我們的入門做法是來用 點位的部分 來去做操作 稍等一下 這個時候我們來轉潮 好 那這邊的話是以過去我之前做的一個小專欄 去將五金店鋪的位置整合到 MGS的一個圖子上 那這邊我會先介紹說是怎麼做的 那有一個練習方式就是我去找我想要了解的一個店家 那它的原始資料做一個抓取 抓取之後我做一個轉換 轉換完成之後 把它變成在我們的 上面它其實有一個批次定位的一個範例檔 那這個範例檔呢 讓它的符合這個相關的一個格式 可以是TXT或者是CSV的文字檔其實也可以 那藉由這個格式呢 丟上來之後 它能夠有一個 先清除 它就能夠直接將多層的點位套疊上去 下去做分析 比如說用這個好了 然後點上去 那其實 就會將我們直接套疊在現場的圖子上面 好 那這接下來 就來示範一下大概 怎麼樣操作 或是我之前的一個做法 那假設我們以一個主題來說呢 我們想要了解 某一些店鋪它的一個位置 或者說我們想要了解的 它的目標分佈在哪邊 那我們從哪邊去把它抓進來 哪邊去做處理 好 以這個簡單來說 假設我想要了解五金行 或者說想要看它這個地方操作的時候 好 那麼 我是不是想辦法先找到它的位置 或者說有一些資料能夠做搜尋 以這個來說 我就想到說 我是不是可以去官網 官網面臨是不是有一個 能是查詢的這個案子 我們先讓它重整一下 假設我想要找的地方 欸它其實不管是企業 或者是相關的事業公司 它應該都會有一個 比如說我們的服務位置啊 我們是查詢類 類似這樣子 好那門市長選裡面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的就是 它有些選擇有些資料 我們搜尋之後 它就有這些相關的一個選項 可以讓你們去看 好那這個時候我們需要的其實就是 這一段的一個地址 我們可以幫它直接做複製 複製 複製完之後 我們其實只需要文字 因此通常會做一個小轉換 就是 我會先開啟 呃 純文字的軟體 把這些貼上 貼上之後 它就會把圖片 或就是文字以外的東西 它就先過濾掉 那這個時候我再全部選取 再複製一次 這個時候呢 就會來應用 Excel的一個資料 將它貼上去 那這個時候貼上去的時候 它就變成純文字畫了 那中間我們就會做一些 手法把它做篩選 比如說我們做全部選取 並且在常用的功能 就是Excel裡面 我們做一個篩選器 那全部選取的話 它就會針對所有的資料 做篩選器之後 我們只要保留什麼 只要保留地址 這兩行 所以它這邊有連結之後 這裡 我們就可以 用篩選器 把它找到柱子的部分 噔噔 它們就找出來了 那接下來在第二階段 在當時呢 我們就是想要把這個地址 給轉換成坐標 因為這樣我們在GS系統裡面 它其實才有辦法去 轉換這些資料 放到它的真實世界 與清理世界相同的位置上面 那在這個時候 我們應用到的 剛剛是 我們在發想完主題之後 接著我們去做資料的收集 去清理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 就是資料的轉換 那在TGO這個時候 就會用到TGOs的小東西啦 那TGOs是我們內政 進入它的一個整合型的路口 跟一個服務 那我們會用到什麼東西呢 因為在地址轉換坐標 就是這個啦 門牌地址定位服務 從這邊過來的時候 然後 在當初我是使用P次的定位 大概一次定一兩百筆 那其實很快 那各位其實只要申請登錄 就可以使用 不過 我好像有點久沒去用啦 所以它一年沒用會先暫停 然後再去寫信跟它申請恢復 好 那它中間當然有一些資料 那這邊是在相關的一些說明 這個時候我們也可以用手動的方式 直接去做服務操作 這邊 我們以剛剛的 資料 直接來 附近 查詢它的門牌 那其實它直接就會到它自己的 GIS的服務的系統這邊 那中間它就 欸它可能這邊找不到 那麼 我們再來找看看 它的 它的 格式可能有些不同 所以我們做調整一下就找到了 上面都有坐標嘛對不對 有其他的地標的搜尋 好 那 我們這邊 其實它這樣子就有找到了 就把桌子下來 那這個是比較 比較慢的一個方式 但是就是示範 所以講測擔比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樣去做出來 可以 COS 坐標 來坐標 然後它的這個 就是這樣 我是以它的定位來說呢 我們可能是用97 用67 用 984 然後它看起來 這個是反查 這個是用反查的方式 這個是用反查的方式 然後 定位 然後就定到這邊 然後就是一模一樣這個位置 所以它就是這邊這個 那如果說我們這些資料 坐標都轉換完了 通常是用批次的方式會比較方便 那它本身會有 它相關的一些設定跟這邊上傳 其實很快 那它以它的範本來說 可以看到的是 它提構是這邊 我們只要提供這個檔案 設定好這個格式 放這邊去放它的地址 那這裡就會直接回 它相關的一些資料 那以我當時啊 當時我送出去 它回過來的 其實就是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資料 我先跟大家看一下 假設我這一邊 那它在裡面呢 它的一些零力 跟它的一些資料 就會返回來 有的時候會有一些 意外的小資料 這個就要自己手動 想辦法去處理掉 好 那這個是我們從資料轉換到 XY座標OK了 那OK了之後 在下一步 就是來轉換到我們 BGIS可以接受的一個格式跟資料 我們當然第二個做法 就是我們要做點的定位 好 那麼在定位工具裡面 這邊會有一個批次定位 那當然我們有一些相關的一個範例去下載 那下載下來之後呢 假設我們用97的翻例下載好了 OK 那它就是這樣子 那其實在這個格式裡面呢 它其實是CSV的格式 只是把它變成全文字檔 所以說 在 我會建議有一個做法呢 就是 我們將 我們將 它做成CSV 這樣的話 這一次在操作上會比較方便 假設我們先 不要儲存 我們用 Excel的格式 新增 接下來 接下來 我們訪到剛剛的 剛剛的文件格式 我們下載出來的Sample 那其實它這個是四個欄位 我們可以把它放在這裡 我們 來看一下剛剛的 97的 那我們來找一下97的好了 剛剛已經有先做好一個 97翻例下載 好 97翻例下載 那在中間牽涉到 其實這個表點 豆點 在 理工工程這邊 它是一個通用的規定符號 那我們有很多的轉換方式 就算是最奧的也可以 好 那不過回過卡這邊 我們就是先把它轉換成可以接受的 以及查詢完的部分 我們首先就是要把 我們剛剛 或者是我們在早期 在這個 我們藉由它的地址 地址轉換完xy之後 我們要轉換成這個格式 好 那這個格式 我們是不是就會需要把97x97y 把它放到前面 接著再放它的標題 跟它的說明 分別放四個欄位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 假設把它這邊 放到這裡 好 我們呢 給它一個編號 1到6 表題1到6 這個是小北 那接著我們將它的x 放到這裡 放到這裡來 接著我們將它的y 放到這裡來 最後我們把它的地址 上去說明 好 那這樣格式就很接近 但是我們這邊會想說 欸 可是這個格式它中間有這個痘點啊 痘點怎麼辦 好 這時候 不要擔心 跟說 我們在這邊檔案的時候 選擇另存新欄 接下來 我們把它的格式啊 改成csd 那這個時候有沒有看到它後面 標註一個東西 都它有分隔 所以說 其實我們工程是在設計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支援csd 只是說在提供格式上 會是提供tst的下載方式 然後我們後續會持續的 把這個說明啊 寫得更清楚一點 因為可能對我們來說這個寫得太順了 對 我們都會直接下去做轉換 好 那我們把它存成這個痘號分割的csd 我們就把它改成demo97 好 那這個時候 都好 這個時候就儲存完了 好的 那就是說 其實它會有一些建議 我們就暫時先不用理它 把它關掉 這個時候 我們已經完成我們的 範本轉換了 接下來 只要在這裡 選擇檔案 我們剛剛的dowhousecsd 開啟 這時候它有讀進來 這些就有些資料了對不對 但是它這個時候可能還 沒有辦法把圖針讀進去 因此我們選擇其中任何一個點位 點它一下 那它就會卡到定位的部分去 那重新就會把這些資料的產品讀出來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碰到了六個點位 這個就是小北百貨的位置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 當然我們就已經完成了八成 就是剛剛整個啊 我們從外部資料 外部資料的一個取得 那資料格式的一個整理 以及資料格式的轉換 那以及轉換完之後 然後如何對應到必須其圖牌的格式 那這個資料格式都做完之後 其實我們就做出了 這些分佈的一個點位 那這些分佈的點位 我們可以當然 你可以做成剛剛主題化故事啊 做的一個東西 那或者是我們可以用更多不同的輔助圖資 或者是疊圖下去去套疊 像我們在範例裡面所提到的 沒有對應人口的比例圖 可是人口的比例圖在另外一個地方 或是不同的系統 所以因此我們又可以用圖片的方式 或者是用頂位的方式把它套疊進來 那套疊進來之後就可以去做比較 那在這一邊我們用個比較簡單的套疊方式 我們來給它一個道路的網路圖 或是捷運的圖片 我們把它拉出來 選捷運的位置 然後又發現 欸好像都離捷運蠻近的 除了這個好像比較遠以外 然後再加個神道 欸它好像在神道的邊邊啊 那其實我們就可以 欸好像看得出來都是在 比較大型的交通窯道裡面 欸當然這個是因為我們 其實都大概知道這個角色性 所以我們做出來的結果 它就很明顯 但是有些一些主題上的操作 它其實不一定這麼的明顯 其實就要靠各位去做一些想像 或者是 做一些研究 把它給試著做出來 或者說 欸這個過程就是探索問題的一個過程 那接下來我們來用個 我們的KMZ的功能吧 然後呢把我們的結果做下來 點選完 然後讓系統下去做操作 或者是其實各位 所以 同學可以直接把這個做一個截圖 然後放到簡報裡面 然後去描述說 欸我的這個等候它一下 然後我這個圖片要做的 或者是什麼樣的效果 或者說 我期待獲得什麼樣的解答或答案 以及 欸下一步 可能想要做什麼 待會會做成一個小小的一個範例 那我們等待之後呢 它就轉換成了KMZ下載對不對 好 那就是剛剛這個 你點選它的時候呢 你就會 打開 打開 再來看一下 好 確認一下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剛剛做完的成果 那就能夠打包成一個 KMZ的檔案 然後就可以看到 這邊呢 我是把主要的道路網路 好像有加進去 所以它有這個 這個黑線 還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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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黑線 我 不確定 那個黑線好像是 嗯 好像是它原本就有 對 那那個黑線 嗯 好 沒關係 我們先把地形給它掉 那黑線應該是捷運地形錄網 好 那剛剛啊 我們做下來的圖片 它就可以直接點上去 那以及我們的點位 雖然有一些些 它的圖片沒有那麼明顯 因為它被點正化了 嗯 但是我們可以再用其他的方式 或是用其他的點位 再做明顯一點的方式 好 那其實我們上面做的圖啊 它都可以轉換到 其他的地方 或者是用巨石的方式 嗯 嗯 在這一些旗幅上相對的 比較小 但是我們是可以看得到 嗯 因為台北它的地圖流行 有做的比較詳細 所以我們放大看的話 是看得到的 那當然這一些操作啊 其實到我們的 GIS的軟體裡面 我們剛剛的圖片 嗯 就是 KML的部分 其實是也可以看得到的 嗯 那這邊就 簡單的來做一下 相關的操作 嗯 一樣 等它擋開一下 那像我們剛剛下載的 這一些 格式 其實都可以在 GIS的 嗯 操作性上面 做互相的 轉換 可以轉出去 再轉進 等等 我們再新開一個檔案 嗯 來開一個 Open Finale 接下來 我們將 剛剛 剛剛的一個 下載的 按按 就直接給它 丟進去 新增 然後加進去 對 那這個時候 等一下 它好像 普遍有一些些 沒有處理到 嗯 這個是 稍微 所以 它拋偏掉了 那正常的話 我們在 處理上 是能夠將 它的 那 這個檔案 給接進來 不過 哎呀 這個 出了一點小問題 哈哈 這是我記得 應該是 CMS的問題嗎 9 7 1 5 哎呀 看起來 4 5 處理上 有一些小問題 啊 可不可以 4 5 可不可以 哎呀 看起來 失敗 好 好 看起來 這個 比較有點困難 一次 對 那 那 以 如果地圖來說 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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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應該是可以 再來 想想 在不同的軟體裡面 它其實 其實的 坐標設定 會有一些不同 那 或許在這個影響之下 會變成 它的一些 操作 或者是 坐標 最主要的是 坐標 坐標 如果轉換的過程 沒有選擇好 它其實就會 哎呀 不會跑掉 就會很可惜 或者說 發現 為什麼一直對不起來 等等 那我們再嘗試一下 如果做 重新的一個 轉換之後 它是不是 能夠 做處理 我們加到 處理層 前陣图層 我們再嘗試看看 我們這一次 這一次範圍是有的 啊 不過呢 因為它的圖片 因為它是圖片的關係 所以它的圖片 其實帶不進來 我們的 一個 GIS 對 那當然 這個是 正常 應該是 要可以帶 不過 這張 可能有一些 小小的問題 所以我們 帶入失敗了 嗯 可是我記得 如果沒有處理 嗯 應該是可以 用賄賂的方式 去做處理 應該是最後一次吧 如果 如果沒有處理到的話 那就 那就沒辦法了 如果沒有處理到 其實我們會用 其他的方式去 做處理 哎呀 這個看起來好像沒有啊 加入不成 缺財 嗯 嗯 加入 像不成 哎呀 臨時找不到啊 傷心 小漏氣 哦 這個圖片的話 我們會後續啊 再試看看用其他的方式把它導進來 嗯 嗯 那在這個部分呢 看起來 哦 因為這一個格式 可能 就真的 臨時轉換不出來啦 好 那 但是 至少一個 坐標 東西是可以轉換的 出去的 所以說 在第二個作業的做法 我們也可以直接用截圖的方式 我們去新增 一張 投影片 在投影片中的 配注呢 去加上說 作業發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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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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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我 這一定會加上說 所以說你最深的原因 針對這個主題為什麼會喜歡他 或者說為什麼你想要做 比如說 然後呢 接下來 未來 類似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好 那這個是第二個作業範例就是 至少將外部的資料轉換進來做成一張這一種PVT 那當然你要做比較多張圖片的一個說明其實也是可以的 那以這個來說 這個是 使用其中一個 五金行的地址 轉換整理 進到BGIS 進到BGIS 掃上我們相關的一些圖資做一個 解釋的比較 解釋的比較 那這邊呢 所以說我是直接在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使用坐標這個關鍵字 然後去搜尋 搜尋完之後 我發現了一個跟我業務好像有點關係 有興趣的東西 水晴監測坐標 嗯 那我們就進去看一下它的內容是不是有 可以用得到的東西 其實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裡面有N坐標 E坐標 看起來不錯 我先進去下載下輪 那下載下來之後 其實就可以看到 它的一個內容是什麼 記得在剛剛的 邊會是 這裡 好 它裡面打出來之後 那其實N坐標跟E坐標 有時候你就算看不懂 但是它有一個 怎麼說 它有一個格式 那是23點多少 120點多少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回到我們BGIS來看 在這一個轉換套圖的話呢 先把舊的資料都給它做清楚 97剛剛應該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找看看84 84的範例 我記得剛剛有下載下來 84的範例呢 Sample 84的範例是什麼 這個 你就會發現 它的格式好像一樣對不對 對 那就是 那個就是84 好 所以我們剛剛的做法 就 照它的方式來重新整理一遍 那接著呢 我們這個時候就 直接把它轉換做成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一樣也是存成CSV 然後把它的排序這樣處理起來 然後做儲存 然後做完儲存之後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清除完 我們把它 就 讀起 讀起進來之後 看看它的效果 選擇一下檔案 然後從我們的 SAMple 基本上是 DEMO84 開啟 開啟之後 你再看它有讀進來 在中間啊 有一個小東西 會建議大家 那就是 嗯 我們 常用的部分 剛剛 在中間 這個是文字讀檔的部分 那這邊就 比較 不行了 關了一下 各位在操作的時候 它的這個標題啊 那建議是說 盡量不要有太多的 重複 有時候它的重複會產生資料的一個錯誤 所以說像其實 這個 很多的口語箱 建議說 可能給它一個編號 或者是 欸 它其實是 位置 那或許我們 以這個 變成它的標題 會比較好 就是盡量避免 全部都是 同樣一個 同樣一個 資料名稱的時候 在標題這一欄 它有些系統上 可能會產生 重複 或是把資料給 處理掉 好 那 這個我們資料都 整理完之後 我們 點它一下 目前看起來 合到整理上面 是沒有資料的嘛 對不對 我們就發現好像沒有 我們點它一個 然後再回覽 剛剛這幾個是 剛剛有操作的點位 它其實有卡住 我們整個給它 重新 讀取跟清理一下 我們再來試看看 正常我們只有在雲林那一塊 就是 CCTV的部分 有時候快取 它 可能寫得太聰明 來不及清掉 那這個再跟功能式 就是持續的去 將功能在這邊做處理 好 那我們一樣 從 剛剛的 定位的功能 去回到我們 想要 上傳資料的一個 部分 P式定位 我們一樣把它打開來 有時候它 可能剛進來 讀取的時候 有點慢 沒關係 我們就稍等它一下 接下來 我們點選 我們這個CSV 開啟 補取完之後 點完 讓它讀到畫面 我們再回來 接下來 換個補圖 那其實就可以看得到 ㄟ 這樣的話整個雲林線 我們再加個基礎圖層 或許我們加個 鄉鎮區母界 然後 再做一些圖層 這樣微微的調整 至少讓它 不用看起來 好像眼睛有點似 恩 這個還是有一點 不要那麼多 好那這樣 我們其實就看到了 你在剛剛 整個外部的一個 資料 開放的一個資料 我們剛剛從 恩 這一個 CCTV 水勤 檢測設備的一個 坐標 然後它是 引明省政府提供的開放資料 那同時它有 金標章 所以表示說它其實內容的 顏景上 是 是 一定 OK的 就是在資料格式結構上 至少有 經過一定的 檢核 而且系統上 也是有 驗證過 所以說這個資料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水勤監測它分佈大概在靠近哪邊 或許說這邊有一些重點區 或是有一些河川 或是以這裡 來說 它是不是有相對的一個 可以看到它是沿著一些農田水利的 郡路安排 其實是有 影響的 所以這樣就可以 大概了解到可能一個趨勢 或者是關注的一個重點區位 然後記得沒錯的話 在基礎提供裡面好像有一個 區牌的部分喔 稍等了一下 就是 區域快水 全車七七點 假設 它不是直下室 先鎖起 看這個 好 那這邊就可以看得到 顯示管區牌 我們來看一下 區牌其他的線 有沒有參考的一個資料 目前好像可能有點沒有 這個是中央管應該不會當 那我們就只以 顯示管區牌的資料下去 做對應好了 好 假設以這樣子來說 這邊可能沒有用到問過 那其實以這一個 就可以看到說 以雲林來說 在 我們的 我們的 排水 或者是這個圖例來說 我們的 排水的 點位分佈 還有我們 所情監測的 知識體力分佈 那其實它 最有 相關聯的一些 資料或者是趨勢可以參考 這個時候我們 就可以將它 通常我們截圖的時候 可以將我們的來源 股片 一句是 直接把它截圖上去 作為一個 哎呀這個是上一個 做題故事分享 接下來 我們就 變成第2個 另外一個範例 這一個範例 要找 你手之 關 手 對 哎呀 又 掉 一招 你手之 關 手 關 手 這樣子會來 希望能加上 你 來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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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第二個的資料就可以 另外一個主題的做法就是這樣 當然這個截圖會比較完整 就是我們有不具實的一個來源 然後我們有相關的一些圖例 當然還缺了一個 就是紅色的這個 紅色的這個CCTV 還有海水監測的這個藍色底位 這樣才會比較相對比較完整 當然更完整的還會有一個方位的正點的一個處理 但是其實這樣子如果說 各位在練習上覺得這樣子應該就有點夠了 所以在第二個資料的一個示範就是 你可以用你自己有興趣的題目做資料 做標的一個轉換 那藉由點的轉換它相對比較簡單 所以你說要用到餡或者是麵的話 各位也可以挑戰看看 可是它相對的比較麻煩 那以及說如果有辦法操作到餡跟麵的塗層 那其實你直接使用巨石下去做操作 也會比較方便 所以在一方面兼顧說新的接觸的夥伴 或者是比較單純的一個資料點位的時候 在第二個作業就是希望大家能夠練習 將跨領域的意識資料做作標與對應之間的轉換 轉換完成之後能夠進到 這個BGIS的一個系統 那搭配它相關的一個圖枝 那這些圖枝能夠做對應 能夠做一些對照 然後轉換成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成果 去寫出像當初希望的一個目的 未來延伸的一個做法 那這邊示範兩個主題的資料點位整理 整理完成賄賂 以及點位賄賂的這個功能 提供大家做參考 好 那麼接下來就再休息一下 如果說這兩個東西你覺得都還是很難 沒關係 我們要最後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入門 BGIS它的分析功能的一個小席座 好 那先大家喝口水休息一下